你愿意嫁给我吗 在《如果爱》第三季第一季录制快要结束时 张伦硕拿出戒指 跪地求婚钟丽婷 你愿意嫁给我吗 钟丽婷幸福地当场答应求婚 近日在两人公开宣布后 钟丽婷方也给予了回应 是的 谢谢各位媒体的关心 伦硕和提姐在《如果爱》第二季时候 及时相爱 昨天是第三季《如果爱》第一季的录制 丽婷姐作为嘉宾到场 没想到伦硕尽此机会在现场求婚 色花精心场面感人 姐姐欣然接受 谢谢各位媒体支持关心 关于二位的婚礼 待公司安排过后会有规划 钟丽婷说 我还有一个遗憾 就是还要再生个儿子 然后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节目中 在双方父母 朋友 还有钟丽婷女儿们的祝福下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订婚仪式 不过由于两人年纪一差距 张伦硕的妈妈也曾经劝她 找个年轻才能多生些孩子 但如今张妈妈也特别在 求婚现场致辞 夸奖钟丽婷 表示第一次真的理解 两人为什么会在一起 说出心声 无论如何 她是会让我儿子 很幸福的女人 真情以待 让钟丽婷非常感动